重制版游戏总是有着别样的魅力 有的作品从零开始开发 经历了完全重制 有的作品接受了充分的现代化改造 也变得焕然一新 无论如何 能见证昔日的童年记忆 闪耀出全新的璀璨光芒 始终是件激动人心的事情 我们今天的这份榜单上 并不会收录复刻版游戏 复刻虽好 但毕竟不符合完全重制的先决条件 在这一前提下 我们评选出了游戏历史上 十大重制版游戏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到底是哪些作品榜上有名吧 汪达与巨像于2005年正式登陆PSR平台 它的成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开发商在性能极其有限的硬件上 打造出了一整个荒凉孤独 而又影响深远的游戏世界 其核心玩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只不过它的技术性能和视觉表现 显然是有些跟不上时代了 时间一路快进到13年后 曾操刀制作过ICO和汪达与巨像复刻版的 Blue Point Games 开始着手本作的重制工作 并且依据现代标准 对其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造 重制版的帧率变得更加稳定 画质也更加出色了 最重要的是 它完全没有失去原作的灵魂 Blue Point的优秀表现有目共睹 他们后来还得到了 重制恶魔之魂的机会 最终也直接被PlayStation收购 无论你是钟爱20多年前那些老游戏的怀旧党 还是渴望找到一款动作体育类佳作的运动迷 托尼霍克职业滑板1加2都将是你不二之选 其滑板玩法终于原作 新增内容更是亮大广宝 能为玩家带去不一样的新鲜体验 经历了更新之后 游戏里的滑板场地 职业滑板手 还有各种反重力技巧的视觉效果都有所提升 保真度更高了 细节感也更强了 让两分钟一轮的游戏变得越发上头 滑板手感简直就和以前在PSC上一样好 如今神仙级别的原生带 也颇有当年巅峰时期的味道 无论如何 你都一定能在这部重制版里 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相信要不了多久 你也会被那首Superman洗脑 跟着副格一起哼唱起来 金银是宝可梦这支长青RPG系列中的第二部作品 同时也是唯一一部 能让玩家能在两个不同地区之间自由穿行 并且要求玩家收集16枚 而非常规下8枚会章的作品 也就是说 这部游戏里有整整两个周末等着玩家完成 有两组传说宝可梦等着玩家收集 还有16名不同的道馆馆主 等着玩家前去挑战 这场盛大的旅途在NDS平台上 迎来了全彩版重制 游戏充分利用了硬件的出色机能 为玩家带来了更好的音乐 更棒的UI 同时也加入了WiFi功能 此外 本作还引入了一系列全新要素 将宝可梦总量从251只提升至493只的全国图件 紧张刺激的战斗边疆 人见人爱的迷你马拉松小游戏 可供玩家探索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 更重要的是 宝可梦记不起也随着心惊 魂银一同问世 它基本上能算作是初代宝可梦够了 我们能把自己最爱的宝可梦带到户外 一边散步一边让它提升等级 不过大家应该都干过原地摇晃记不起来作弊的事情吧 宝可梦心惊魂银为经典的冒险作品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通过一系列充满挑战又不是趣味的新增要素 打造出了不一样的游戏体验 成功吸引了大批新老粉丝 值得重制的优秀作品有很多 但或许没有任何一款游戏能像《时空勇士》一样如此急需重制 这部RPG作品由史科威尔·安妮克斯于1994年推出 它比《时空之轮》更早问世 为日后众多深受玩家喜爱的RPG作品奠定了开发基础 本作的游戏结构相当独特 剧情跟随着七名身处不同时代的角色展开 讲述了七段看上去毫无关联的故事 即使在2022年《时空勇士》已经推出了重制版的今天 这一设定的开创性仍旧不见当年 更别说它最终用核心主旨和叙事手法 将各个篇章串联在一起的方式了 2022年版的《时空勇士》在惊艳的高清2D画面下迎来重制 其出色配乐得到了重新编配 游戏也首次被翻译成了日语之外的其他语言 让世界各地的玩家都能欣赏到这段美妙的故事 本作还在最后几小时的剧情高潮处 增加了一小段冲击率巨大的全新内容 将结局带进了充满希望的新方向 进一步升华了游戏的情感主题 半衰期《黑山起源》的开发背景非常有意思 它是一部得到了原开发商官方支持的粉丝重制作品 这种事情在业界相当少见 多亏VALF从未出手叫停本作 因为《黑山起源》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 也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第一人称设计游戏之一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开发时间实在太长 等到本作正式发布 其画面外观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了 但正如IGN的Dan Stapleton所言 它仍然充分利用了独特的诡异氛围 以及出色的战斗表现 成功地在这一游戏类型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初代密特罗德是SFC时代颇具开创性的一部作品 然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其中的不少设计都略微落后于时代了 幸好我们迎来了密特罗德零点任务 要知道它并不是一部只做了几处现代化调整 而其余内容百分之百忠于原作的游戏 零点任务仅仅只将初代密特罗德作为剧情及关卡设计方面的模板 其主要灵感则完全来自于《超级密特罗德》和《密特罗德融合》等新时代的2D密特罗德作品 来自任天堂的开发者们在自家旗下的这支招牌系列里 展现出了独到的匠心 时至今日 零点任务仍然是最优秀的密特罗德游戏之一 同时也是史上最佳的重制版游戏之一 在电子游戏发展的历史之中 也有不少完全忠于原作的重制版作品 它们大都遵循着原先那一套既定的核心玩法及设计理念 并专注于将其他一切内容提高至现代标准 在这一类游戏里 没有几部能比初代生化危机的重制版做得更好的了 本作坚持要保留原版中的所有内容 预渲染的游戏背景 坦克一般的移动方式 以及有限的背包容量 它无时无刻不再逼着玩家做出艰难选择 反复决定某样道具的去留 不过与此同时 重制版也添加了几处新要素 也正是这些设计提升了整体的游戏体验 并且让本作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特色 像是迫使我们在缺少燃烧手段时 重新思考对策的血色头颅 还有涉及丽莎特雷福的全新情节线 神话危机重制版之所以能大放异彩 不单是因为它忠于原作 将一部PS1平台上的经典作品 重新带回了现代玩家的视野 更是因为它愿意在经典的基础之上积极进去 因此才能取得更加卓越的成就 遥想2009年 恶魔之魂是一部多么出色的作品 无奈岁月不饶人 经历了魂系游戏的数轮更新坏代后 再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彼时的恶魔之魂 才会发现它是真的有些上年纪了 2020年的重制版彻底抹去了 在PS3版本中拖后腿的那些技术缺陷 同时也在细节层面上进行了诸多升级 成功让游戏达到了如今现代化标准 甚至还有不少从未玩过原版的玩家 把它当成了市面上最新的魂系游戏 要知道它可是最老的才对 Blue Point完全忠于游戏的最初愿景 同时也在重制版中加入了属于自己的特色 让这部PS3时代的一楼佳作 以最棒的样子呈现在玩家面前 时刻威尔埃尼格斯到底该不该把 最终幻想期的重制版拆分为多部游戏 大家对此总是各执己见 但这并不是本期视频想要讨论的内容 咱们暂且先放一放 只去评价重制版第一部的话 我想它的出色水准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这部作品完美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它让电子游戏历史上的几位经典角色 极端经典设定重获新生 不仅如此 它还彻底革新了过去的战斗系统 却不知道为何能让人回想起原版的滋味 这部重制版作品 差不多只讲了原先30%的剧情 玩家们感到有些小失望 也是理所应当的 《神话危机2》重制版继承了原版中的诸多出色要素 例如迷宫一般的关卡设计 风格浮夸的敌人 无所不在的恐惧感 并将其塑造成了一部服务于现代玩家的恐怖佳作 游戏环境经过了巧妙的二次设计与扩充 敌人更快 更致命 更神出鬼没 而以引擎内置的灯光效果也变得更加出色 为一众怪物投下可怖的阴影 不过或许本作最大的成就 还是卡普空对原版中那些经典遭遇战所做出的修改 我们自以为熟知的每一条脱险对策 不料卡普空却早已先人一步 稍稍调整了游戏中的实际情况 不仅打了玩家一个措手不及 还让我们在通过精心设计的场景时不断心生疑虑 直到结局都让人紧张地喘不过气来 这正是重制版游戏的全新标杆 以上就是我们的完整榜单了 由于细微有限 很多重制版游戏都没能挤进前十名当中 在这份榜单之外 还有哪些作品能成为你心目中的十大呢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告诉我们吧